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 《文字幕 》 《文字幕 》 我們這行最衝擊到外大的是 有一小部份的病人 你做了好多事後 他的病可能會棘手一些 可能會自殺身亡 可能我們要承認 我們不可能人人都醫得好 多年前 李醫生率先將精神病稱之為情緒病 讓人卸下戒心去求醫 但如果等到情緒影響到生活才去處理 可能已經太遲了 最近他就為心靈餐廳 Not Fine Dining 設計餐單 教人透過一頓飯 一呼一吸 卸下壓力 揭開Menu 第一個提醒就是休息之前 應該放低手機 威脅性的環境 無論是真實的環境 或者是手機上看到的環境 那個大腦不是很識分的 不看一些 譬如說現場的報道 或者各方面消息的時間 是太多 那個大腦就會產生 一個壓力反應 血壓 心跳會上升 血糖會上升 消化機能 或者性功能 就會下降 前菜Privetizer 不可以吃 只可以聞 提示我們簡單的呼吸 也可以舒緩壓力 複式慢慢敷出去 是很值得做一件事 因為無論你在吃飯 坐火車 走路都可以做 那大腦 他收到萬夫出這個訊息 幾次之後 他收到那個訊息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是一個安全 沒有威脅的地方 我不需要神上線數 我不需要額外的壓力 所以他設計了四杯顏色一樣 集齊甜酸苦辣的人生白味湯 味道是怎樣 要試過才知道 曾經看過一位染食症的女病人 她去世之前 我就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嘗試了解 或者幫她藥物 或者輸營養給她 都是幫不到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 就做夢的時候 有幾次都是有她出現 她就在後面追著我 我想帶出的 就說 其實人生起伏 酸甜苦辣 挫折 其實是快樂 或成功的一部分 好像一個銀仔 有公仔有字 主菜 例如《It's a Rainbow》 靈感源自五十年代 在地中海興起的彩虹食療 長度被形容為人的第二個大腦 裡面有數百萬個神經細胞 能夠影響人的情緒和感受 這些神經細胞 是由上千種微生物群控制 它們對食物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醫生提醒 每天都要攝取不同顏色的食物 將微生物群養得健康些 人都會開心些 心靈餐廳的體驗已暫告一段落 構思的時候 香港還未經歷犯修例事件 情緒病 藥物問題 家庭的紛爭 或者自殺的事件 可能會成為一個 Epidemic 是說 只是醫院 醫生、護士、開藥 可以解決的 有一句話 我覺得值得提一提 現在好像 樣樣都好像出現了問題 任何一個範疇 即社會上 sometimes when things are falling apart is also the time when they are falling in place 這些事好亂 出了問題之後 可能也是重組 重組結合得 可以變得很恐 可能有一天會出現 我自己都嘗試在這段時間 保持這個盼望